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呢 我们也注意到 一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遇到了一些障碍 因此呢教育部决定 发布2019年 第一号留学预警 这个全文呢 是这样的 一段时间以来 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 受到限制 出现签证审查周期延长 有效期缩短 以及拒签率上升的情况 对中方留学人员 正常赴美学习 或在美顺利完成学业 造成影响 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学者 出国留学前 加强风险评估 增强防范意识 做好相应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